哈囉 歡迎回到阿伯的頻道 那今天要介紹的植物齁是 寒羞草 那這個植物相信大家都對它不陌生了 從 國小的 自然課本 應該都有提過它 所以相信大家 從小齁應該就有聽過這個植物的名字 為什麼叫寒羞草 是因為 這個植物的一個特性 然後它受到刺激的時候比如說 觸碰 或是你對它吹氣什麼的 它在感受到 應該說是威脅嗎什麼的時候 它的葉片然後就是會 閉合起來 那如果 你對它的動作再更激烈一點的話有沒有 它的這個梗整個會往下垂 對 就是一種會動的植物啦 還蠻 蠻好玩的 但是說 你在 種植的時候 盡量少去這樣玩它啦 因為 這樣常常去弄它 對它的生長 一定一定稍微會多少有影響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看一下這一整隻 一整株那個 寒羞草 它的構造到底是怎樣 好 好 它的 金 看拍得到嗎 有點不好對焦 太細 它的金 有長一點點的 表面有一些 毛看到嗎 然後 在這個地方都有一些刺 我小拇指指的這個地方 都有 刺在上面 那表面有一些 白色的短毛 好 注意看 好 那這種植物在野外 在山裡面 其實都找得到它 只是說有時候 你就這樣不經意的走過去 你就沒有發現它 那 它這種 豆科的植物 因為很多豆科的植物 長的葉子 就是這種 這樣子排列 所以有時候你在野外看到很像這樣子 像寒羞草 你去碰它它不會動 代表它就不是寒羞草 它是其他的豆科植物 OK 那它的葉子的話就是這樣 對身 一對一對的這樣排列 好 我們現在就來 做個好玩的實驗 我們現在就來碰它一下 我們選擇一片 葉子 這個 好 輕輕的碰一下 有沒有 這個 這個就是寒羞草它 最著名的一個 特性 被觸碰 受到刺激的時候 葉片就會這樣合起來 另外的話 晚上啊 沒有太陽的時候 它也是會 一樣就會合起來 有點像那種 進入睡眠的那種感覺 夜間的時候 再來還有什麼情況 缺水 缺水缺到一個不行的時候也會合起來然後整個會垂下來 來這樣碰它 全部都會合起來 有沒有它連這個梗啊 等一下 刺激過度了 它梗也會整個垂下去 看到嗎 這裡 好 老實一下 這個 好 有沒有 還蠻好玩的 但是 如果你要種得漂亮的話 就是盡量不要去一直玩它 多少對它會有一點影響 那這個寒羞草怎麼種 它其實非常非常的好種 基本上就是每天都澆水 它不怕 爛羹 它反而比較怕 枯死 好之前 阿伯種過幾盆 那時候 其實沒有特別去研究說這個草到底是 喜歡什麼樣的環境 所以 我常常會忘記去給它澆水 可能 4天或5天 其實它 水喝下去 我們澆完水之後 它 水 吸到植物體內之後 其實它 增散的非常非常的快 因為阿伯常常在種 多肉植物或蘭花 那一類的植物 其實它們的葉片的保水性非常的好 所以 不用每天去澆水 那就這樣造就了我的一個習慣是 我在種它的時候 我就沒有去每天給它去看它去澆水 所以之前有好幾顆都是被我種到枯死 因為太乾了 乾到死掉 後來 我才特別去 查了資料說 其實寒修草它是生活在比較 潮濕溫暖的那種環境 所以基本上你每天給它給水 OK 兩天給一次都OK 或是你看它土快乾的時候再給 也可以 都行 就是不要讓它 太乾 因為它很容易就會枯萎 因為只要太乾有沒有 它葉子開始下垂之後 下面的這些 比較底下的葉子底層的 它只要被乾燥過一次 它就會掉光 只留下 最頂的 嫩葉 所以這個植物其實它非常的 喜歡 潮濕的環境 它不喜歡太乾燥 但幾年前我曾經在 河邊 那種 河邊旁邊都是沙土 沙子 然後很乾燥 我曾經在那種地方看過 寒修草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那種地方 它可以生存下來 那我把它 挖起來帶回來 種植之後 也是沒有幾天就 死掉了 所以我也覺得非常奇怪 為什麼 在河邊那種 沒有遮蔭 然後 沙子很乾 的地方 它 卻有分布 而且能活得很好 那我們在家種植 可能 一不小心忘記澆水幾天 天氣稍微熱一點 它就 哭死了 這一點我也覺得 目前我還是覺得非常的疑惑 所以 這是不知道 我的第第幾盆 那這一盆的話 我這是澆水澆的比較勤 所以有 長得比較好一點 好 來再看一下 安修草 好那這一盆 其實在花式也非常的好找 基本上一盆大概 50塊有找 非常非常的便宜 有興趣的可以去 買一顆花種看看 因為這也算 蠻好種的 其實你種在 窗戶邊 明亮的地方 也是OK的 好那我這邊是種在 在 室外 但是不是陽光可以直接 曬到的地方 搞它一樣長得很好 哪天手 手劍就一直玩有沒有 一直玩 好 玩一玩就玩到掛掉 好 OK 那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 小小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一下 如果覺得影片 介紹還不錯 請幫我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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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